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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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长 各位同学大家早 那我们今天继续看一下上礼拜的部分 那上礼拜我们的讲义是从这个颂句 在我们课本的五百五十页的倒数四行 就讲到无学位呢 他们有多了两个 等于说有学跟无学之间有差异性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里 学者成就八支 就是八正道 这里的学者是指有学位 你现在 计算论他分有学无学 有为无为 有漏无漏 这些你都要清楚 然后来到最后是无为法 无为法的话呢就是 他就不需要靠任何 药去治疗 就像你的病好了的时候 你还要吃药吗 不需要吧 好我就看一下最后这一章 你看如果你今天以 杂寒经的这个 来看苦极灭道的话 那我们今天看苦地的时候 就是像你生病了 我们的章节安排苦极灭道 各位都很清楚 那我们的苦极灭道里面的章节呢 以这一章来看 我们的苦在哪里 世间品 好他就是让你开始轮回流转了 极呢 是在叶品跟随眠品这都是我们的有漏 好就是你的产生烦恼流转嘛 你怎么产生这个轮回的开始 就是我们有过去生的这个无明开始 所以呢这个极呢就是在讲开始的原因 因为呢你有这个随眠的烦恼 然后呢你又叶是直接 直接让你来当人的这个叶 你就当人 但是人里面有各种差异性 所以叶品它是直接的 随眠品它是间接的缘 好那这集就讲这个苦来当人的时候呢 我们有不同的苦是因为过去生的一个因跟缘 所以有叶品跟随眠品 所以这是流转 然后呢来到灭跟道的时候是还灭 我们什么方法让我们不要再轮回 这时候呢我们在现在贤圣品快讲完了 这是灭的地方告诉我们有 会修行的时候你会有哪一些果位 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是贤圣品有初世间的结果先告诉你 然后呢让你呢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就有信心按照佛陀所开示的方法来修行 这时候道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三十七道品 本身呢在道的时候我们三十七道品有定有会 几乎呢四念处四正秦四神族每一个里面都是有定有会 所以呢我们的原因里面呢就有因跟缘 因呢比较直接缘呢比较圆 所以呢直接就是你的会啊 你的智慧是你正得这些果位很关键的 所以来上课是比不上课更重要 为什么你没上课你怎么会知道呢 佛陀的智慧是哪一些那我们要学习 所以呢文师的部分呢就是在智的这个地方 你要达到贤圣你没有智慧的话还是很难 我上个礼拜有讲你打坐入定 你可以定在那边不动像灭镜定这样子 或飞响飞响出很高的定 这是在我们最后一个定品 你好像石头入定什么妄言都没有 可是你没有办法断环脑 还是要靠智慧所以呢会呢智慧呢是直接的因 第一个先讲直接的因 缘呢助缘在定 为什么你的定力越高你的智慧会越高 为什么因为呢你的心越清静 你观察到的实相越能够跟我们佛陀所开始的相应 那你的智慧是来自于定的帮助 所以定力越好的话 你初禅到四禅 初禅的禅定跟四禅的禅定还是不一样 所以四禅的禅定是佛陀最后证悟了 虎极灭道跟八正道十二因缘的这个实相真理的时候呢 它其实入的是四禅的定 所以在四禅的定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初世间的智慧会更完整 所以定品它就放在最后 那我们呢缘起里面有流转 就是苦跟极是我们的有漏 然后你要从苦极这个有漏里面产生呢 不要再轮回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再还灭这个灭跟道 所以当你呢 来到这个这一章呢 再补助刚刚那个我们的章节安排来看 你的因缘呢 是因为苦跟极产生世间的染作 那就像你现在呢 很多的烦恼跟习气 这个就是产生我们现在这个苦啊 然后它有原因就是我们的烦恼跟习气是一个因 让你有病了 那你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呢 你要去了解原因嘛 知道可能我饮食吃了什么不该吃的 或睡眠 或是呢生活作息有什么地方要去调 所以呢你要知道病因 你才能治你的病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从这个下手了解以后呢 那你还要呢 有下面这个苦 道 苦灭道的鸡 这也是灭苦的这个方法 道了这个路啊 鸡是走的路 这像药 你要吃药 然后你的病呢才会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的 很多的圣人他已经来到初世间的果 我们现在告诉各位是 这个诵句里面要讲的是吴学 吴学他已经达到是世果阿罗汉 他可以不用再学习了 那不用再学习的时候代表他已经 在这个苦 已经灭了 对 根治了 那当你 这四个的时候 来到最后这个苦灭的时候 你的药吃了 代表你有修行 你的苦没有了 然后最后呢 你这样子还要去去吃药吗 不用了 这时候呢 没有药的时候 往下的下面 这边才交无为 这边都交有为 我们的苦疾灭道都还在有为 因为你会看到这是结果 所以你要看到我们 今天的讲义里面 讲义我还没给各位这张图表 我们的图表里面这个颂句的图表是 这一张 这一张呢 他是吴学 你有看到吴学两个字 吴学横跨的两个字 正解脱跟正式 所以这个颂句要告诉我们的吴学 他多了两支 就是正解脱跟正式 前面的八支呢 在哪里 这个地方 前面的八支在这里 借定会 我为什么写一个有 他是有学 这个是有学 这后面这两个 我没画圈圈是吴学 你要把它分清楚 吴漏里面还有有学跟吴学 然后但是这整个 这个整个都是有为 这个画框框的是有学 可是整个借定会解脱 解脱之间 吴漏的五蕴他用有为的方式 达到吴漏 所以我们的道地是 从三七道平 他是一个有为 有层次 从四念柱一直修修到八支道 他有一个层次 有层次的东西叫做有为 就像我从一楼到七楼 我要按电梯的时候 一层一层往上 他就是一个有为法 有次第 这样子的分五个 五分法身 他这个是有为 但是有为里面呢 我又分有学 我在学习的时候 我要靠借定会来学习 这个时候呢 借定会就是在这张表 八正道 八正道就是有学的方式 这一个框框是借 这一个圆圈圈我在前面 这个是会 这后面是定 这就是借定会了 借定会回来我们这张就是借定会 这个就是八正道 八正道是有学 可是他可以达到五楼 那这一个颂句要告诉我们的是 后面 我没有画圆圈圈的后面这两个 正解脱跟正世界 这两个 这两个是无学的 无学要达到的 可是呢 这一个框 这个整个五分法身 他是有为的 那我刚刚讲无为在哪一块 我今天上课前 刚刚把这个章解 就是你病好了 你就不用吃药了 不用吃药 那就无为法 在这里 解脱之间的后面 静置无生置 你无生置 不会再产生烦恼了 这时候也无为在这里 所以整个据色论的 有为无为 有漏无漏 有学无学 你概念要把它清楚 这样你来上课的话 我在讲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了 他会一直重复在有为无为 有学无学 有漏无漏 有漏无漏完 还有一个 无为 有七个 你们回家就大概把这七个列一列 你看你清不清楚 若不清楚可以再来问我 现在就是要让各位先把这个概念 离清了以后 那你 因为我们这个贤圣品已经进入最后了 他要让你学习 从这样的无漏的五蕴五分法身 这就是我们正德法身 各位本来都是法身大事 但是为什么现在会轮回 就是苦疾 让你了解原因 为什么 我们的广青老和尚 广生的时候他讲 不来不去 没有事情 为什么 本来我们就本质具足清净 他就是正德无为法了 他从这句话里面 我们就知道他叫做法身大事 法身大事就是说他正德的是无为法了 进入真正我们的法性法身这一块 所以这个解脱之间的后面 还有这一块才是无为的 在这一个五个还是有为 只是他用有为正无漏 然后有为里面还有有学跟无学 这样子 我会讲太快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会看到我们这一个诵具里面 我们的讲义在这里 中华汉里面讲到学者 学者就是有学 我们再一一来解这个文字 这个有学他成就八支 就是八正道 从正见到正定 然后漏进阿罗汉成就的十支 就是加我们今天诵具所讲的正解脱跟正式 漏进阿罗汉 就是说这个漏进是断境烦恼的阿罗汉 他成就了十支 这十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戒定会就是八支 为什么 这戒定会前面这三个就是八正道 只是在我们无漏无运 他是把它分成戒定会 然后这八个再加两个就是十个 是这样来的 这个诵具是这样子 应该讲义第一章这个 漏进就是断境烦恼的阿罗汉 他要来到解脱之见 他已经以静制跟无声制为题 断境烦恼 达到不生不灭的智慧 这样十个 所以呢 无学正见到无学正至 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后面这两个就是无学嘛 就是解脱跟解脱之见都是无学 于是呢 有人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以什么因缘这个有学位中不具正解脱跟正至呢 好 那他的体 所以这个问题就产生我们回答的这个诵具 在我们这一个诵具 学友与辅顾 因为呢有学位他还有烦恼 还有 这个烦恼就像那个神子把我们绑住啦 所以当你还在学习的当中 初果二果三果还有一些习气没断 就是还有剩余的 辅助你在三界里面继续 我们像初果还要七次人天往返嘛 就是绑住你还要在人间天上继续呢 来往七次 所以呢这个符就像一个结符打的绳子 那绳子要靠我们自己去打开 刚刚讲没有执着妄想分别的话 其实这六个字很简单做起来是不简单 他就没有符了 因为所有符都是我们的妄想执着分别 那要打开也要靠你自己了 所以无正脱自 因为呢有学他还有这些烦恼习气 就是界定会这一块他们还在不断的熏习 他们没有达到正解脱跟正治 所以呢这个回答第一个问题 所以呢为什么在有学位他没有正治跟解脱 因为还有其他的烦恼 所以还有初果 初果阿罗汉他不见得断欲戒的烦恼 有可能连一瓶烦恼他都没断 所以欲留是初果二果三果 都还有残余的系辅还在 没有真正彻底解脱 所以呢他还被很多的神所所扶住 即被解多福 而即使剩下一个 剩下一个没有解脱的神 神只把你绑住 你还是不能叫做解脱 所以你要看到这一张表的时候呢 他所谓的解脱是代表 你已经来到五血 连一个福都没有 所以这也为什么是五血 他连三界内的一个烦恼 扶住他都没有 因为他的圣解为题 圣解我上次有讲 同学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的同学大部分都有请这个聚色药 这个里面 我记得在四十几页 四十五页 就有写到圣解 因为这他比较简要的 你可以有时候去参考他 他就讲到圣解四十六页 圣解就是说 你呢对佛法的了解很殊胜 你没有任何怀疑 他其实呢来到这个五血 他已经要断疑了 怀疑的疑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在心理上是对见解很坚定 不被任何去 事情去把它转变 所以他就要殊胜的了解 然后他有坚定的信心 所以他会有跟佛法的正知见相应 那因为他跟正知见相应的关系呢 他就决定了没有任何的烦恼 他就照这个 所谓跟正知见相应是什么意思 你就要用你的知见去做了 所有你人生遇到的所有事情 你都是用你的正念正知去做了 因为你相应了嘛 这样你就可以达到解脱了 所以他的圣解为题是 因为你有跟正知见完全相应了 所以你就可以进入五血了 所以他这边讲了 这个才可以叫解脱 那如果呢 没有解脱之正知知也不利 为什么 因为在前面这五个 无漏的五蕴 五分法身 他还是有分界定会解脱 解脱之言 只要他还有分五个层次 都叫做有为 都还是有为 他不是无为 所以呢 因为有为 那他一定要有赤地啊 所以知 我们看到这个知 有看到下面这个知吗 这个知的意思就是 什么的一部分 那所以呢 五个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有一个正解脱 一个正知 那我们要进入五学呢 他也要靠这个解脱之 其中的三十七道品 是我们的八正道分的详细一点 就是三十七道品 每一个每一个层次的进入呢 都是一个支 总共有三十七支嘛 所以四念处的深念处 就是三十七道品的第一支了 支的话就是一部分的意思 那因为呢 他是有解脱的体 而后才立解脱的字 最后解脱之间再 因为有解脱的体 然后才进入解脱字 所以呢 不是说解脱体没有 就可以立解脱字 所以呢他们是 还会有这个一部分 怎么样的修行的有为的赤地的时候 所以有学位的上面呢 就没有这两个字了 因为呢 有学位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进入呢 这个解脱 因为他还有一些烦恼 没有完全断掉 所以呢 解脱为无为 就是圣解或灭 好这边呢 就是顿号顿号 这诵句里面 解脱里面有有为跟无为 中间这里顿号一下 圣解顿号或灭 所以解脱的字体有两个 一个是有为 一个是无为 好 有为的话是以无学 无学圣解 好 这个就是我们那一张表就很清楚啦 好 有为的解脱 那无为的解脱呢 好 就是有 解脱里面还分有为跟无为 好 但那整张表都是有为 就是里面呢 还有层次的时候 还有知的时候都算是有为 但是呢 在这个解脱里面有有为解脱跟无为解脱 因为呢 有为解脱是 以 无学的圣解 好 无为的解脱是以 烦恼都断尽了 才达到无为 好 所得的折灭无为 好 所以呢 有为无为的知呢 有为无为的知呢 这两个解脱的运 运的话就是说 寒藏 积聚 好 就像你的衣服放在哪里 放在衣柜 衣柜就是储藏所有的衣服 鞋子放在鞋柜 那运呢 摄运就是所有的摄法 显摄 形摄 长短 方圆 然后呢 大小 反正 这形象我们看得到 它都是放在摄运 它是摄法 然后受呢 就我的感受 我有苦受 有乐受 有不苦不乐 反正是跟感受相关的 就放在一起叫受运 所以运本身就是 所有跟解脱相关的基据 放在一起 那这个地方呢 它这里讲说 因为呢 有为无为的解脱 分这两个 有为里面的 无学解脱 可以建立解脱制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有为啊 因为它是有为 然后它要达到无学的解脱 不是无为 是无学的解脱 这时候它还是有一个 它解脱的那个步骤 有次第的时候 还是要立解脱制 那或静 所有烦恼都断静 得到的是折灭无为 有看到无为两痴 当你烦恼都断静的时候 就像你 所有病都好的时候 达到无为的时候 那它就没有痴了 因为你达到无为啊 就是给同学看 最后你的病根治了 那你不会再去跟医生 请他看病 然后呢 请他开药吧 就不需要再去找医生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里面 它说 解脱有两种 有为跟无为 那有为的解脱呢 在有部来讲叫圣解 就是 圣解是我们诵句里面讲 它分两个 解脱为 就是配合下面叫圣解 解脱的无为就是要豁灭 所以呢 但是呢 这是有部 经部呢 他们在这个地方就稍微有一些意见 因为他觉得你呢 在讲这个部分呢 他认为呢 这个解脱呢 应该不只是圣解 因为圣解是我今天有书圣的了解 然后跟圣鉴相应 他觉得你还要全部都做到 所以他这边呢 就开始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有为 无学之 有为的解脱 这也在跟各位呢 复习一下 加强你的印象 所以这辈子你的种子种有多少 你来生 一接触佛法就会很快 就像你现在打坐 你会觉得筋骨痠痛 腿痛不舒服 那就是你上辈子打坐的种子 种的不够 如果你上辈子你正到初禅 试禅 你这辈子来 从来没接触过打坐 你第一次打坐 你就很快的进入状况 然后呢 你也不会 腿很痛的时间很长 而且虽然你刚开始腿不柔软 但是你马上对这个 禅坐呢很相应 你就很喜欢 因为很快呢 你的身心就沉淀 进入清安了 所以呢 我们这辈子既然有机会来学习佛法 又当人 又是人是最容易呢 有觉醒觉悟的 就要多种种子 把你的一生里面呢 已经剩下的时间多多的去培养这个种子 因为种子越多 对你以后都是更好的 那所以我这边呢 再把刚刚我们的观念再讲一次 八正道就是八支 十支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五漏的五蕴 五漏五蕴其实是十支 因为界定会前面三个可以变成是八正道 所以加起来是十支 他们是有为的道地 道地的话就是我们的三七道品前面讲 三七道品一定是有为 各位应该很清楚 因为他是有层次的 他从四念处一直到八正道 所以道地是有为 那无漏有为 为什么 因为他达到了无漏的五蕴 对不对 你再看一下这张表 这个是无漏的五蕴 可是他是有为 无漏的有为 因为这个有是说这边是有学 但是整个五个是有为的 因为他一个一个按赤地前进 所以都一支一支的 界的这一支 定的这一支 会的这一支 他们各自有他们的体 解脱这一支就是圣解为体 解脱之间就是近至跟无生至 为体 再加强各位的印象 所以呢 他是一个无漏的有为 那么这个无学之呢 我们就送去里面讲正解脱跟正式 这个无学之呢 他就安的是有为的解脱了 为什么 他在这个算是有为的程式 达到的一个解脱之间 所以呢 无为的不能安赛 无学这一支 无为 为什么 因为无为就是你的病都好啦 那你也不用再有这个无学这一块了 因为你无学完就是无为 你就病好啦 其实这个我讲完 你们回家还要自己思维 然后把它稍微呢 把有为无为 有学无学 有漏无漏 自己把它稍微分析一下 还有最后达到无为法 无为法 是最后 刚刚讲进入法生大事 不来不去 本事清净 本来无一物 这个呢 用这个 枝呢 的名字就是 告诉我们 这是还是有为法 所以才会有枝啊 所以看到枝就是一个有为法 现在先给你这个观念 然后呢 无为法他就没有办法安枝 因为他已经没有病了 这个枝还是病的 时候要治的 治疗你病的药啊 就给你说有五个层次 就五种进入 我们病好的时候 你先吃什么药 第二个吃什么药 第三个吃什么药 慢慢的治到后来 病好的时候 你就不用吃药 就无为法了 无为法就不用再 有学无学都不用了 所以呢 无学的实质 就是说解脱的有为 这个是有为的解脱 所以这个无学的实质 这是哪一张 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是实质 无学的实质 是不是 看一下 不过 因为我们这边 刚刚跟同学讲 无学的实质是指 要达到无学的时候 要有这实质才能完成 所以这个解脱呢 它是一个有为的解脱 因为它还是有五个层次 那二解脱运 我们课本呢 请看到五百五十页的倒数三行 有学无学之 有学无学之 就这么来的 有为无学之 有看到有为无学之 因为它整个都是有为的解脱 可是它可以达到无学 所以诵句在五五灵液倒数三行的第一句话 有为无学之 这一句话应该可以清楚 有为是因为呢 我们的无漏五运是有为的 但是它可以达到无学 那它有五个 就五分法身 那里面呢 极二 它这里讲有两个解脱运 解脱运呢 在我们的讲义讲的是 这个解脱里面有 经典 它一经来讲的话 有心解脱跟慧解脱 等于说有为无学之里面呢 有解脱运 那解脱运里面有两个解脱 这个运本身就是 聚集嘛 聚集的 跟解脱相关的 那就有心解脱跟慧解脱 好 心解脱的话呢 你要怎么样 离开贪生痴 的戏服 你的心不被贪生痴戏服 叫心解脱 那一般我们就是要修定 让你的心清静 然后慧解脱呢 就是要把你一切的烦恼都断掉了 好 你先呢 让你的心清静 然后你才能有智慧 好 所以慧解脱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两个都在哪里呢 两个都在我们的 好 看一下 这边的这一张表 这张表还没寄给同学 这张表里面 其实呢 他这边的解脱里面有 有为解脱跟无为解脱 好 那我的解脱运就是 刚刚讲解脱运里面有 心解脱跟慧解脱 因为我们的倒数三行 有二解脱运 这二解脱运就是这个 心解脱跟慧解脱 有两个解脱运 可是这两个解脱运 我到底线条是画在这个地方还是上面呢 以有步来讲是 有为解脱 无学的慎解 无学呢 但是他有殊胜的了解 跟政见相应的时候 他就有心解脱跟慧解脱 他认为这是有为解脱的部分的 心跟慧 不过呢 经部呢 认为在下面 所以我画在下面 是因为 我们的世清论师认为 在这个位置比较适合 好 我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 因为呢 这个慎解 他的体 是 如果他觉得他这个体是慎解 慎解的话 比较强调是你跟政见相应 但是你心解脱跟慧解脱是 你已经没有贪生痴 代表你要实际去修行 然后你的智慧又断了烦恼 这样两个相应的慎解的心所 是他的体 那么呢 这个解脱呢 他就有这两种 在经上讲 这个就是解脱之了 就是经典里面 这个隐经典的文字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这两个解脱在五分法身里面 是叫解脱云 就是我们 在这个无漏五蕴 我把它画 画在这个解脱云这个地方 这两个 这两个呢 就是五分法身里面的 戒定会解脱解脱之间里面属于解脱云 那我们说无漏的五蕴 这个里面呢 戒定会解脱解脱之间里面的 第三个部分 第四个 第四个部分 那有学呢 的圣者 因为他有残余的烦恼 所以呢他还没有解脱 所以呢没有解脱之 他没有解脱之喔 所以他还会呢 有学 我现在在讲有学 所以他在这个位置 他在这一张表里面呢 他在有学的时候 他还没有解脱之 他只到这个部分 他还没有到这边 这边后面就是无学了 所以有学的圣人还有残余的烦恼系符 还没有解脱 所以没有解脱之 并非呢 只离了少数的烦恼系符 就叫解脱 他这里的解脱要完全没有烦恼 好 这样才达到无学嘛 也并非没有解脱实体 而可建立解脱志 解脱之间的解脱志呢 要从解脱的圣结以后才能达到解脱志 好 静志跟无生志 所以无学圣者已解脱了一切烦恼的系符了 又能够生起静志跟无生志 闲了呢 这个解脱的智慧 解脱的智慧要把它表现出来 要在静志跟无生志表现出来 前面那个只是圣结 所以呢 他认为这个解脱正志呢 正解脱跟正志后面这无学这两个呢 他必然有他特别的地方 他认为说 有学圣者呢 并不是这样他只成就八支 那无学才有加后面两个 那解脱的字体有两个 就是有为跟无为 那这就是在强调我们前面的部分 有为的解脱呢 是无学的圣结 无为的解脱呢 是一切的烦恼都断了 那所以他也有层次 你要从有为再进入无为嘛 好 所以有为解脱是呢 无学之 好 那这个因为他建立无学的 达到无学 所以他依有为来建立的时候 所以这个无为 的解脱是因为呢 他已经呢 没有之了 来到无为的时候他就没有之了 那这个无学的时候还有之 所以他还是有解脱的这个字 好 好 黄色那个就是到 到我们这个部分了 在这张表的后面空白这里 好 他这里没有了 就达到这个无为的时候 好 无为的解脱 因为他没有在需要呢 有赤地的 这个修行的赤地的时候 他就没有赤可用 所以他不用立解脱字 那有为中呢 他含而解脱两个 就是 经典里面讲 心解脱跟慧解脱 好 我们现在要看经部了 这个前面再讲了 这里都是 我们有部 有部跟我们课本讲的是一样 你看课本是不是这样讲 五五一页 五五一页里面的 从二行这里 有为无学之 有为的解脱是可以达到 无学没有错 但是他要达到无学有一枝一枝的 无学该学习的 以立枝来认为呢 他就是因为他既然有枝 就是要有为 好 有为就是有方法斥定 那有两个解脱运 就是他觉得这个解脱里面有两个 就是心解脱跟慧解脱 好 即此 那经说有 经心解脱跟慧解脱 好 那这两个解脱 就是五分法身里面的解脱运 好 好 这个是课本讲 那我现在再补充的是经部 经部呢 他说如果解脱运 体是慎解的话呢 那这样在我们的大阵障的 杂痕经五六五经里面 就应该这样说了 什么是最清净最盛的解脱呢 就是心从贪离染解脱 好 心呢 从这个我们要离开玉界 最难的就是贪 要从贪离开染所解脱 即称跟痴离染解脱 以解脱运呢 未圆满的人呢 让他圆满 好 就是说 我们的贪称痴都要离开的时候 你才是有殊胜的解脱啊 他圣解嘛 所以这是经部的认为 所以呢 以解脱运没有圆满的人呢 我们要让他圆满 以圆满的人 让他呢 保持这样不会退 继续练习 这样的功夫 然后玉琴就是用禅定 玉琴心关 用禅定去保持他这个解脱 所以呢解脱运红色这个地方 特别就是经部 解脱运不是只是圣解 他还有离购染的解脱 一定是要有这样的层次 才叫做解脱运 这是经部认为的 如果呢 如你就是如友部所讲的 那么这个解脱运的体是什么呢 他有人问 那如果你这样讲 他要离购染 才叫做解脱运 那就有人问说 那你这个解脱运的体是什么呢 我们的试用圣解嘛 经部的回答是说 有他们的经部的诗 论诗讲 由真实的智慧的力量 浅除了贪嗔痴 即于心远离烦恼够 为解脱运 这是你的心要远离了 这些烦恼 然后才叫做解脱运 就是说 这个心王呢 他是解脱的体啊 不是光圣解 所以如果以我们看到这一张表的话呢 他写圣解为体 他觉得 金部认为呢 这个解脱呢 一定是要你心有力量离开构然 这样才叫做解脱嘛 所以呢 他的认为是要 这个心王本身就是一个解脱体 不是光圣解 所以这个红字是金部呢 对于他们有部的看法 因为有部的看法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一个线条画在哪里 我会把这心解脱跟慧解脱 画在上面这里 有为解脱里面 因为依我们课本这边呢 第二行到第三行的解释 有没有 五五一月的第二跟第三行的解释的话 这个心解脱跟慧解脱 应该是画在有为解脱 圣解的后面 叫解脱运 好 因为这个解脱运呢 里面有分有为跟无为嘛 那我 以我们课本的说法的话呢 他应该是在画在我们的前面这个 无学圣解 因为他以圣解为体 可是呢 依刚刚我们呢 有看到呢 金部补充的这个资料 金部呢 他认为说 你这个体呢 要达到解脱的话 一定是要呢 心 从贪离然解脱 从秤痴离然解脱 所以这样才叫解脱运啊 如果你在解脱运未圆满的人 你要让他圆满 那已经圆满要保认 摄持不退就是保认 保认要修呢 禅定 欲擎 就是欲擎 心关 我们的世神主 这样的 殊胜的功德 你才能保认 所以呢 这个解脱运呢 不是光圣解 他觉得有部这样讲 以圣解为体 不是要有离构然的这个解脱 那有人就继续问他说 那照你这样讲 你这个解脱运体是什么 那金部的回答就说 红色这个文字 就是要真实的智慧去相应以后 马上呢 你的力量就出来了 行为呢 就要做到解形病重啊 就是你要遣除贪嗔痴 然后你的心要远离这些烦恼构 这样才叫解脱运 就是说 你本身呢 心亡一定是解脱的体 你的心锁全部都是清净的 都是善的 因为心亡去带动心锁嘛 所以呢 心亡是一定是解脱的体 不是光圣解 这是金部认为 所以以金部这样讲的话 我这个线条就要画到今天 看到的这两个 因为你的正解脱 从有为你 后来呢 会达到无为 因为你出胜的了解 跟政见相应后 接着你就是要烦恼都断尽了 对不对 以刚刚进步来讲 一切你的烦恼都要击灭 就是都没有了时候呢 那你这个折灭为体 就是达到呢 折灭无为的 就不用再断烦恼的时候 代表你的心解脱跟会解脱 是在这一块 无为解脱这一块 这个才是解脱因 所以应该是在后面这一块 所以后来把线条呢 再把它变成是后面 这个是金部强调 那论师 就是事情论师的 他也认为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的这个部分呢 课本里面写的那一块呢 我就把它调整到无为解脱这里 那因为你有正解脱 你的无学才会进入政治啊 这个政治就是你已经断尽烦恼 一样是折灭为体 折灭有些同学可能没听过 选择的智慧断的烦恼 叫折灭 这个灭就是灭尽烦恼 那你这个折灭为体 来到政治的时候 你看到静志是也是折灭喔 他是已经到达了折灭的无为 今天一开始上课 无为是什么 你的病好了 你还要不要吃药 不用了 你已经呢 选择了智慧断尽所有烦恼 叫要静志的时候 你就要折灭无为 那你有这样的智慧以后呢 你进一步才会来到无生志 不生不灭的智慧 非折灭无为 所有的因缘都不会产生 让你有贪真识了 交缘缺不生 所以我今天强调最明显就是 廣青老和尚 他就是正德法生大事 他就是真的来到无生志了 所以到无生志的后面还有 有有为吗 就没有了 这个无学的正解脱跟正志 都还是在有为里面 因为他还有层次 后面呢 就进入无为了 接着看一下这张 这样的解说呢 完解脱体以后 正志呢就是善七绝分里面的部分 他这个善七菩提 他的体呢就是静志跟无生志 所以我们的正志的体就是 三十七个绝分产生出来的 这是我们前文呢介绍的 三十七菩提份 他的体就是呢 静志跟无生志 当你三十七菩提份完成的时候 你就会达到静志 无生志 此心呢 当于何事正德解脱 而说无学心 好 那这个再来下面这两个颂句呢 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这五五一 还有两个颂句 等一下 把这两个颂句呼吸完 好了 好 这样各位同学应该有对我们前面这个 他要把这个无学呢 大概有哪一些智慧呢 告诉我们 接着这一章呢就是讲说 你的烦恼是在什么时候解脱 就是 无学的心生起 无学的心生起是哪一些 正解脱跟正志 好 无学 无学 刚刚那个颂句就是 銜接我们下一个颂句 无学的心怎么生起 你有达到正志跟正解脱了 不是光八正道 八正道还是有为的道地 然后呢 你还要进入 进入 因为有一些同学玩道 这一个呢 是前面这个是有学 这个是无学 这个界定会就是八正道 加这两个变十支 八支再加两个 所以呢这个无学心是你要后面这两个出现的时候 你才叫无学心 所以这个图呢就是有互相的连带关系 八正道是这样八个都包括界定会 这个是界 这个是会 这个是定 然后就有这一张 这一张呢它是有学 那我无学的心是要因为有后面这两个生起 那无学心里面 正解脱跟正志 它里面又分这些层次 那这个你都清楚以后呢 我们 好来看一下 继续把这个看完 好 所以无学心呢 解脱的时候 你的心在解脱是 因为你在那个 刚开始无学心生起 那 过去现在未来是我们 季色论呢 很强调 因为他讲三世时有 他觉得这个法在三世里面都有 所以呢在未来是正生的时候 未来 那现在呢 你现在一定要有解脱 未来才有正解脱嘛 因为未来还没到 所以呢 未来正生的时候呢 烦恼障就正解脱 等于说无学心正生起的时候 你就正解脱 好 那他在现在这个时间 就叫已解脱了 不是正解脱 未来正解脱 现在是已解脱 好 那这个障呢 就是无学心生起的时候 正从障解脱 这个障呢 就是从你的烦恼里面 会遮障 阻碍你无学心生起的那个障碍呢 你没有了 好 所以呢 正从障解脱 他会呢 没有任何障碍 当你无学心生起的时候 你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不过这个无学心呢 他强调的是在金刚预定那个位置 金刚预定那个位置 我记得 我们有上过其他前面课程的同学 应该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吧 看一下 好 就这一张图里面 这张图里面呢 有看到金刚预定在阿罗汉像里面的 他呢 是从色界 就是上二界 我们欲界以上的色界到无色界 上二界的修获全部断 断到了无色界的有顶 有顶是非想非想处的 剩下第九品的最后 那个时间点了 是无间道的时候是金刚预定 那就是看这一张表的时候 你看他的修获要断到这一个 后面 非想非想处 他有九品的修获 他到非想非有顶的第九品修获的无间道 这个每一个下面 每一品下面都跟这里一样 有无间卸脱 无间的话呢 就是说没有间隔 然后我们的人呢 就是说 你对这个佛陀所开示的 苦极灭道 苦地的真理呢 你认识很深刻 认可他 然后接受他 可是这时候你还没有 完全的断完煩恼 因为你的忍是在对治烦恼 当你对治完煩恼 确定他是真实不虚的时候 我们的下面这个解脱道的治就有了 所以无间道在对治烦恼 解脱道是完成了 所以一个是忍 一个是治 当你有治的时候 代表你完成 你认可 因为你直接实践你的法了 去对治烦恼 没有问题 所以你相信他是真实 没有任何怀疑 所以这个十六星呢 为什么那么快 就是因为你的剑道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的剑道的时候 你认可这个道理 确定他没有任何怀疑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无间道他就是在对治 金刚预定的无间道 他在对治最后的 有顶第九屏 最后的修获了 最后的修获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是最高的层次的部分的修获 所以金刚预定在现在是正在灭烦恼 灭烦恼这个位置哦 这个烦恼就没有办法升起来 叫正断 那因为正断 所以他不能成为障碍你 因为金刚预定在上去就是什么 最后了正德无学的部分了 因为你九屏修获全部断完了嘛 所以这个地方呢 正断的时候出无学心了 这个时候就升起了 因为无学心升起 对你最后的金刚预定最后那个修获 也对治完了以后呢 那你就达到无学位了 所以正身为正德解脱 不是烦恼得 挥霍得 烦恼就没有办法出现了 这样叫正解脱 所以金刚预定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其实呢 他的过去里面 就是以时间来讲过去现在未来 意思说现在呢 如果正在解脱 那当然你过去呢 已经已经完成 现在便正解脱了 所以这个烦恼呢 就已断了 出无学心了 就是来到这里叫已解脱了 然后下一个宋句呢 这个道呢 一样是在讲金刚预定 所以金刚预定在正面位的时候 能让这个烦恼断 这个就很清楚 就说前面这个说明跟这个两个是类似的 当然金刚预定他是在正面的位置 就能让你这个烦恼断了 他这个烦恼断的这个道 就是金刚预定升起 唯有他正在断的时候 死可令 这个烦恼断 所以这个也是 在金刚预定的 刚好这个位置 前前后后都没有办法断脏 一定是刚好那个位置 所以如道未升 的位呢 就不可以得解脱 那个位置如果 金刚预定没有升起 就没有办法得解脱了 所以他叫位德跟乙德都没有办法 要刚好在那个时间点 也就是五间道在对峙烦恼的那个时间点 才能让这个烦恼断 断脏的功能 好 我先看到这里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同学再问好了 那现在就是有同学要 上次有问到这个 事不坏境里面的这个身呢 这有看到菩萨身中的有学法 就是因为在这个据色论里面 有提到菩萨道 就是我们的释迦摩尼佛为例子好了 他还没见到以前 他先修了三大阿僧奇节的菩萨行 本身故事里面 他在不同的 就是动物内道或是人道 很多道他当菩萨 所以他那个时候成就是一个有学法 所以这个时候他把菩萨道分出来 因为这时候他在入世修行的时候 他还没有达到五学 而且他在成就了以后才见到 所以那个菩萨身去成就这个道 这个叫菩萨道 他是菩萨身中的有学法 那这个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建道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前一个宋剧里面讲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建三个的时候得法界 建道的时候兼活跟生 那这个道地他能够成就的众生有佛陀 因为佛陀呢因为善七道品的实践 他成就了五学法 然后呢 身文圣呢 的独觉跟身文呢 独觉他又分出来 菩萨呢他自己呢在修行的过程 所以他不是一个真团 所以他要另外分出菩萨跟独觉 独觉也是自己一个人修行 他不是一个生团 所以呢 生团至少四个人以上 所以他这里的我们的真另外呢就分出了一张表 所以这一个表呢 他其实就已经把我们这个部分呢 讲得很清楚了 这一张表 你看他这个建三的时候得法界 就是法正境 就是正得法了 你从我们看到苦的真理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苦的原因的 道理 然后呢 你要去灭了这个苦 对 从这三个呢 看到法 所以有法正境 好 然后呢 你也 因为你在这个修行得到法 所以你有道共戒 所以有戒正境 那后面这个道呢 见道 兼活生 在这个道地呢 他就分四个部分 刚刚讲 我们的生文生呢 他是一个真团 因为生文是听佛陀开始而正悟 所以呢 是真圣境 他就把他分在这里 那佛呢 自己开悟以后才教导众生 所以他达到无学法 佛是无学法 佛圣境 那菩萨跟独觉呢 他画一条线 是因为 他们从道地 三七道品的实践以后呢 他们成就了菩萨道跟独觉道 独觉里面也有有学跟无学 好 他们从他们的生去成就这个道 所以他就画一条在法正 他有实践法 对不对 他也实践了这个法 这个法里面呢 就是有苦及灭道 包括这个道地啊 所以道地里面他就又兼了 有哪两个 佛正境跟真正境 因为这个法跟戒呢 就跟前面一样 然后呢 既然这个佛 生文 独觉 菩萨 都实践了这个三七道品 那他必然也有道共戒了 所以他有 甚所爱戒欲 他们呢 当下在现观的这个实相的智慧 产生苦及灭道的真理 所以他们必然也有戒正境 所以就是这样子 因为有同学对这个地方还不太清楚 我就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张表呢 就是把我们五四九页这个诵句呢 已经整个都把它呢 完整的表达进去了 他包括两个体就是性跟戒 性的话就是代表你对苦及灭道的真理 非常的了解 真实 不虚 然后呢也没有任何话语 所以他见道地的时候有现行跟修德嘛 修德的话就是 修德的人就有佛跟生两个 然后呢现行的话就是在现观的当下 你得到了法跟戒正境 他们都是无漏的 好 那接着呢我们要看的是在 五五一页最后一个诵句 最后一行 这个地方呢就说我来到无学的时候呢 无违法 无学要最后达到的是无违法的时候 然后呢 他这边从此地是明灭离断 就是论里面讲经里面讲三戒嘛 我们经典里面讲这个断戒离戒灭戒以后 这也是经里面讲这个阿含经 以何为体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有什么差别 那无违就是你要达到这样子的 金刚义定再进去的无违法的时候呢 他有讲到这个无违的三戒 就是离戒然后断戒然后灭戒 那分别呢对他们做这个解释 离戒的话就是离贪 因为我们欲戒的众生是最容易有贪了 贪心最强了 所以呢 这第一个就是离开我们的这个欲戒 或是三戒呢 最重要先要离贪 然后断戒的是断其他 除了贪以外还有其他八个结 好 然后灭的话是灭跟他有一些呢 相应的这些烦恼 所以在552页他讲说 最后第一句就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好就是问说他们以和为体是以无违 对不对以无违解脱为体 好你能够来到断戒灭戒离戒的时候 你就是以为解脱为体了 好下三句就是个别他们是什么样的差别 好552页讲说离戒就是离开贪 好断戒的话就是断其他的贪以外的称等八个结 好 然后灭戒的话就是灭掉了我们 这个贪等所随应随针随针的事 就是前面那个八个结是根本烦恼 后面那个叫做支末烦恼 好 他的这个随针的时候 从我们的这个烦恼里面在产生出去的色身香味触法这些 好 这个去色药液如果有带来的同学可以看一下一一五页 他的八个结是哪八个 在我们一一五页 好 他这个 这个结幅呢 就是说我们在三戒里面的生死里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九个结 就是除了贪以外呢 还有称还有慢还有无名 还有呢 就是我们破这个箭道的时候破的三个 移 然后 申箭跟戒境取箭 好 还有嫉妒跟坚令这九个 好 这九个 那等于说九个以外呢 贪已经在前面了 所以后面呢只有剩下八个结 好 如果没有带那个去说要再468页也有 我们这一本的468 468 课本这一本的468 结有九个有看到吗 在我们前面468二行 爱慧慢 爱就是贪爱 慧是称慧 慢 我慢这个真上慢 无名 然后箭 箭有三个箭 斜箭 箭取箭跟戒境取箭 申箭 斜箭 然后呢 借境取箭 然后那个取箭是箭取箭 然后这分为两个曲 然后再来是怀疑忌妒坚令 我们大概知道是这一些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箭取 在杂寒经 其实这些呢 都是在解释阿寒经里面的 没有说明清楚的 好 在论里面介绍 是说 这些解脱戒呢 就是要断戒 然后无欲戒 灭戒 是解脱戒 那云和断戒乃至灭戒 然后断一切行呢 断一切呢 我们的三戒轮回的这些行 是要交断戒 断离开的意思 断除 我们第一个叫做断 不过呢 不过呢 他照他的顺序是先离 然后断 然后灭 那这边呢 断的话 是 讲到是说 断除 这个 贪爱 那就 你欲戒 最 产生沾黏的就是 我们会有贪 贪欲 所以无欲戒 然后一切行灭 交灭戒 这一切行灭 就是所有的 这些烦恼造作都没有 灭戒 然后无欲戒 的时候就离戒了 此二是同一个意思 所以呢 前面有两个解脱呢 讲到的 我们的心解脱跟 这个慧解脱 如是三界以什么为体呢 就是他们的体还是以无为 对 这里讲的是说 这三界以无为为体 然后有产生差异 所以呢 断灭离的三界呢 就是 以无为解脱 为他的字体 所以以进步来讲 这还是无为解脱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那张表 他 他来到这个 好 这个是 这两个解脱是在无为解脱里面 无为解脱 所以呢 他的断灭离呢 是 告诉我们心解脱跟会解脱 心解脱是 我们要离贪欲 是要靠你的定力 你不会跟着境界转 心清楚而不沾黏 不会被境界转 所以 你才能自在 所以 如果你的心解脱是 从什么样去表现了 霸风吹不动 因为你不会被境界转 所以他这边是无为解脱 然后 自己的断灭离也是在讲这个 从这边再引申出去 那会解脱就是 你的会的力量让你 没有烦恼障 没有业障 没有暴障 那心解脱去打解脱障 就是用灭禁定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有定力而不会被转 然后你还有这个智慧 所以 于前二解脱中 以无为解脱为他的字体 那这边也是 这样 所以他是以无为为体 他的体就是无为 建立三个名称 所以他是延续前面的部分 那圣政理论七十二讲理实无为体 没有三个差别 实际上是没有分 但是七十二论他就是阿比达摩 他要分析法 所以他要分析的很详细 所以他这个是叫做专门的书 你在别的那个 可能没有经典 没有讲到这么详细 一一体当中具有三个意 所以他就有三戒 灭戒、离戒、断戒 离戒的话是贪 就是说答复 我们下面的第二个问题 他们各有什么差别 离戒的话就是远离贪戒 远离贪爱的这个戒 叫离 离开这个欲戒 然后呢断戒的断其他的戒辅 就是刚刚看到的称慢 这些都是根本烦恼 比较难断的 贪、称、吃在这里无名 然后慢 然后接着你有伸箭 然后呢这个借禁取箭 疑跟忌妒跟坚令 这样八个戒 跟前面这个加起来是九个戒 这就是让众生在三戒轮回很难出离的 断八个戒的时候叫断戒 就是离开这三戒 然后灭戒呢就灭鄙世 这个鄙世呢是指了 我们前面那个根本烦恼 所在产生的滋末烦恼 灭所余的一切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九个戒 以外的这些随眠所增加 产生出来随真 就是随顺这个因缘呢 贪以外的这九个戒以外 随顺呢在产生的随眠烦恼 随真的事情 那就是枝末烦恼有 奋富恼害恨惨狂交 这个小随烦恼 枝末烦恼就比较不容易察觉 等于说根本烦恼有以后 这个小的部分呢还会出来 这个连小的枝末烦恼也要灭 交灭戒 灭笔运的交灭戒 这些呢 蕴藏的 这些我们笔运就是前面这些烦恼了 所聚集的 灭掉了 那前面这个没有 下面的包括这个笔运里面还有枝末 根本跟枝末你都没有的时候就要灭戒 连这个小的枝末烦恼也能够灭掉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还有一点点时间要 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凡夫会有 这个 爱的戏服的事 这个贪爱 那物欲情欲都有 所以五蕴不断流入处 六根处六成都有很多的烦恼 那这个是源头来自于无名概 理智上就是没有智慧 对啊 所以你如果能够呢 有如实之 的时候呢 你的五蕴就不会 清清楚楚 就不会不断的产生了贪爱的攀缘 六路也不会 那这样呢 你的那个 我爱我见我慢了就不会出来了 所以你不会呢 对于自己的这个身 就是肯定有我 或是没有我在里面 或是我在里面 还是没有在里面 你就不会呢去执着了 所以欲令如是不如 就不会有说要这样子不要这样 所以我们最大的烦恼就是 我们会有很多的意识分别性 然后会产生很多的看法正 执着你自己的看法见解 那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烦恼 所以有时候 烦恼是来自于你的起心动念 里面的执着 那很重要就是 清楚而不沾染 就是你分别 你分别的很清楚 但是你能够分别中的不分别 你不会被这个境界所转 然后也不会被它沾染 产生烦恼 所以这边呢 就是要从你的智慧先开发 你的后面这个才有办法 所以第一个他先讲的是什么 先讲离界嘛 就是讲这个贪 这个是最难破的 然后离开欲界的你 没有这个贪爱的时候 你才会撑曼 以这些都没有 比试的话就是 当你有这九个重要的根本烦恼以后 你的这个所缘相应随真的 新王跟新所的这个法呢 所缘禁就会全部都灭了 所以最后那个灭界就是 当你的根本烦恼能够断的时候 你那个灭的 所缘禁啊 全部的有为法这些也都能够灭了 那我们先禁住好了 接着我们现在看的是 五百五十二页 五百五十二页 五五二页 那我现在要进入这个新的诵句的时候 刚刚这个前面讲解的地方 我稍微再补充一个地方 现在有颜色黄色看到五位 五位五位 然后呢 但是他们同时有学 开始我们出国就有五漏了 所以这整张表都是五漏的五蕴 可是他分有学跟五学 那前面这个就是八正道 后面这加两支就是十支 那再来呢 要强调的是说 这个部分呢 都是在有为法的过程 八正道是有为无漏 因为他达到无漏 那我们来到解脱的时候呢 他又分两个部分 解脱又分为有为解脱跟无为 所以呢 当这个正解脱 他进入了无为解脱的时候 代表他所有的烦恼都灭了 折灭无为为体 所以这里已经来到呢 进入了无为了 但是这个无为里面呢 在经部来讲 他说这个烦恼断的时候 分心解脱跟会解脱 心的话就是我们 借由定力呢 离贪嗔痴 那我们还要用智慧去解脱嘛 才是真正所有烦恼都断尽 所以呢 这个会的部分呢 跟心解脱就要画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画在上面这个 只是无学的圣界 那所以呢 所以这里才慢慢开始进入无为 所以呢 整个我们的 无漏五欲呢 他这个表来到这里慢慢进入无为 所以最后这个 也是三十七道平的体 是进制跟无生制 这个地方呢 就开始进入无为了 所以呢 无为的部分呢 就是来到这里 因为无生制就是我们讲的 达到不生不灭了 达到不生不灭了 无为是没有生灭的 好 就像正德法生的 这些高征大德啦 就是我们讲的 没来没去没戴起 就是我们的广青老和尚 他正悟的时候 他讲的这一句话 就是正德无生制了 所以呢 无为是在后面这 所以刚刚呢 强调有为是在这个部分 前面四个 只要他有过程 来到最后这个 就不是后面空白 我今天讲解 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你看到这里 禁制是折灭无为 无生制是非折灭无为 他们都已经进入无为 只是呢 禁制他是断境烦恼的时候的 无为法 他是用他的智慧去检责断烦恼 好 但是呢 再进一步呢 他会达到无生制 就是非折灭无为 就是不是用智慧检责 而是自然而然 就是跟你的法身相应了 他就是呢 你本身就是具足了 如来的智慧得相了 所以呢 你就不需要再怎么样 有一个法的执着了 这就开始可以放下 所以他缘缺不深嘛 他就没有贪嗔痴的因缘了 好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呢 也是一开始给同学看 就像你这个地方 你已经根治了 你的苦已经灭了 这时候你就真的是不用再 有违法的药来医治了 你就达到了是无为的部分了 好 然后我们今天呢 接着要看的是 下面这个颂句是我们 贤圣品最后的一个一个送了552 好 他呢 在据色论他就会把这个我们整个前面讨论的部分 他用四料解四句话来做一个分析啊 所以他这里修行者对于某一个法体 他会呢 产生厌患的心 就是你觉得这个三界的苦啊 很可怕 你会想要脱离的心 是不是呢 他离于某一个法体 现在呢 就是大约说明 他这里是有离跟 看到厌跟离两个 是说你讨厌三界的轮回 可是你是不是真的离开三界轮回呢 不见得喔 对不对 因为你还要修行啊 所以呢 有厌的时候呢 你是源于苦地跟极地的智慧 那苦地跟极地的智慧还是有流转喔 以我们今天呢 要进入下一个字品的时候 你看到这张整表的时候 看流转苦地跟极地是让我们流转的时候 你这时候你厌离是因为你不喜欢再继续轮回了 所以呢 厌远苦极慧 你的厌呢 讨厌是因为你看到了苦地里面的八苦 那了解真正苦呢 的智慧呢 是要从极地再去探讨 那这时候我们的 这个夜品跟随眠品就出来 你要找到原因嘛 所以它这个流转 流转出现了 苦地跟极地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句话是 厌缘苦极慧 就苦地跟极地的下面的这个真理你看到了 然后呢 你要认可它 接受它忍嘛 苦法忍 然后你的智呢 是要怎么产生出来 忍的时候你是无间道 你确定认可这个真理 然后你要去用这个无间道去对治烦恼 对治完以后你的解脱道就出现了 解脱道就有智慧 苦法忍以后第二个就是苦法智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552页的第26行 厌缘苦极慧 然后离的时候要缘世能断 这个世是世胜地 离的话呢就是要加两个了 灭跟道 看到灭跟道 就说你厌是因为你有苦 然后你也探讨了解它的原因了 现在呢我要还灭了 所以呢 离元 离开这个苦的 跟极的时候 你还要加灭跟道 离的话你要元世能断 元世的苦极灭道 这样就可以断 所以你有厌不见得有离 那我们下面就讨论范围大小 哪一个范围比较大 厌范围比较小 因为厌只有苦极 然后呢离呢有苦极灭道 你要离的话你要还灭 你就要再加灭跟道 所以呢离的范围呢比较大 厌的范围比较小 所以下面要讲 我先看一下我们的课本文字 他元苦极的时候呢 有忍跟字 刚刚讲忍是认可 跟认世那个认是相通的 加一个人 古时候这个忍 所以我们讲无声乏人 证得不声不灭的 这一个部分 是你相信了 你认识他了 然后你接受他了 最后你还要证 你还要产生智慧 所以人呢有以后呢 你的那个去面对烦恼的 这一个方法呢 是在用你接受这个道理去实践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产生智慧 解脱道是智慧 这时候智慧出来是因为你实践了 所以所有的忍跟字呢 他呢叫做苦极慧 好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上课的东西 应该就知道 我们的十六星呢就是 你看苦极 欲界下跟善二界 对不对 这个就是忍字 苦跟极呢 的部分就是你要认识这个原因很清楚 然后了解这个苦怎么来 所以前面这样就包括有八个星 我们总共十六星才见到 所以呢 当你有厌的时候 你是有这些忍跟智 所以苦极的智慧 这个慧也是 我们智慧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有苦极 这个慧呢是厌 这个智慧就是你厌离了 这个苦跟极的缘故啊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你真正看到的实相真理的时候 你看到 欲界苦地下的真理叫苦法人 欲界苦地下的真理 完成对治烦恼解脱了叫做苦法治 所以这个是完成 这个是在针对呢 你的烦恼去对治的时候 所以无间道是断烦恼 解脱道是完成了 这两个概念你要了解 无间道是断烦恼 解脱道是完成了 所以这个字是因为你完成才会产生出来 好 那接着呢下面讲离原是能断 当你圆取是尽的时候 苦极灭道都圆取 再加灭跟道 这两个还灭的时候呢 你能够断或道 你能够断烦恼啊 好 你这个时候你就能断烦恼 皆明为离 这样子呢 你就叫做离 因为你苦极灭道的道理你都知道了 你也对治烦恼完成了 所以来到第16星你就见到达到修道了 完成是15星是见到 最后16星是见到 好 所以这边讲说 原是地境能断或叫做离 就是离烦恼 所以两个范围应该这样我们 把两个定义完 各位应该知道哪一个范围大 当然有 还灭的这个灭跟道 四个 四地都圆取的这个静呢 范围较大 所以呢 离跟燕比较起来 离的范围大 好 那下面两句里面呢就是 燕跟离呢 我们来做这个四料检 它四料检就是说 哪一个范围大 哪一个包括哪一些 那是不是同时都有 那我们的四句呢就是 燕离相对广辖有数 就是它的范围有大有小 互相不同 我们呢 变成呢 分析这个道理的时候 用这样四个部分来分析 第一个呢 请你用笔画起来是有燕非离 有看到吗 就四句的第一个 有燕非离 第二个呢 在我们552页的最后一行的上面 哦不对 第二个 不好意思 第二个是在我们552页的倒数四行 有离非燕 有离 倒数四行的下面 一个有离非燕冒号 第一个是有燕非离 第二个是有离非燕 刚好它的相反 好第三个才是在552页的最后一行上面 有燕也有离 有燕亦离 有燕又有离 然后呢 第四句呢 在我们553页的第二行 有非燕离 就是这里的有非燕离 不是燕也不是离 你可以在离的上面加一个非 有非燕非离 就是那个非套用到下面那一句 就是它没有燕也没有离的意思 有非燕非离 有非燕离 在我们553页的第二行 第二行有一个 它这个分析的第四个部分是有非燕离 然后下面打冒号的部分就是它的说明 有非燕离的那个离的上面可以加一个非字 就是它有非燕非离的意思 所以它这里就是用四个方式很像那个探讨这个哲学的方式去分析成四个部分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讲到是说我们有燕离的心 燕的心通常我们的一般人说有燕就有离啊 这个法相还不是分析的很清楚 那以这个据生人来讲 他分析阿彼达摩的时候 他要把每一个字的意思概念法都很清楚 所以第一个呢有燕非离 就是说原苦地跟极地 但是呢没有离是因为什么状况呢 下面他讲原苦地跟极地的智慧呢 但是他不会让烦恼断所有的忍跟字 那个断的下面其实那个逗号可以不用 不会让烦恼断所有的忍跟字 不会让烦恼断的部分呢 其实有打也可以啊 就是他前面讲那个忍这字呢 不会让烦恼断 因为这个时候的忍是先离欲然 而后入见道 就是这时候的刚刚讲这个忍认识的真理接受了 然后呢真实认识真理接受 然后用他来对置他 他在以前呢还没见到以前他就怎么样 这张是见到的表 还没见到以前呢他就先离欲然了 然后他才见到的 所以呢后入见道的苦法忍跟极法忍 有看到苦法忍极法忍 就是说人有以后就有字 但是呢他在还没见到以前呢 他就已经离 这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我们以前有跟同学讲过这个 用世俗的方式 他先离欲然的时候呢 他才他就是用无间跟谢托一样 他用我们的禅座的时候 就是下八地的禅座都可以 因为下八地都是有 有漏的方式的世俗道 只要四禅八定还没达到呢 最后出三戒的时候 他们这个下八地呢都是用有漏的方式在修也可以 就是有漏六行官 那如果你有带这个巨色药液 我记得他好像是在 应该我这个讲过很多次 同学应该知道吧 看一下 有漏六行官呢 其实就我们现在图上表看到这个部分了 那他就是用这个禅定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上戒的禁庙离 然后官下戒是出苦障 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用上下比对的方式来修有漏六行官 然后呢慢慢呢他一支呢还没 见到以前他就开始修禅定了 所以他这个用有漏的方式 已经断了很多的修复 我们欲戒的有九品烦恼嘛 他已经断了一些了 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 就是在见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断了烦恼 等于说有一些人还没见到以前 他有一段欲戒的烦恼 断了一些 所以他见到就有可能是二果 他是有厌非离 就是那个时候呢他见到的时候 他是因为看到苦集 然后他没有断修货 因为他修货之前就断了 那下面呢他就讲到是说 我们在这个文字的二十六八 第十行这里 他说字呢他这个的时候的字呢 是的见到呢 他苦集法制呢 他只是达到那个字呢 是因为呢他不是呢 忍当下见到的那个人 在见到的时候断烦恼 他直接呢就是达到苦集法制 所以呢他只是解脱到 他就没有无间道了 他见到的时候只有解脱到 刚刚有给同学看过说 这一张表里面呢 无间道是对治烦恼 解脱到是断烦烦恼 所以呢这两个里面呢 他这时候字的见到呢 他不是无间道 他是已经来到解脱到了 所以他有苦法制跟吉法制都有 苦法制及法制 就是不用无间道的对治烦恼 所以他没有离 还有呢修道 在那个修行的过程里面 五百世事也请翻这一本的五世事 五世事我们上过这个诵句 看到第五行 因之一切道 就是说 在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呢 大概有四种 家行无间卸托圣禁 有看到吗 诵句里面 四种里面有家行 有无间有卸托有圣禁 所以当你在这个修行的部分 因为他没有无间道 我刚刚强调 他在之前用打坐的方式 已经断了欲界的很多的烦恼 他比较不会有贪爱的心 好 那对这个外在的一些物质跟名利 他也很淡薄 那所以呢 他的那个修货已经断了一些了 所以呢 他的字呢 是在见道的时候 他其实 这个对治烦恼的无间道就不用了 他直接就进入解脱道 所以在修道当中 他没有无间 你看他写 家行卸托跟圣禁的苦跟急的治恶 直接达到治 他没有这个忍了 好 所以他有厌 但是他没有离 所以因为呢 他的厌是缘苦急的缘故 然后呢 忍呢 的时候不叫做离 忍本来是无间道嘛 其实这张表 忍都是看到无间道 忍呢 不叫离呢 是因为他的烦恼之前已经断了 如果第一个你听得懂 后面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清楚 好 第一个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里的白话再讲一次好了 好 就是说 我们的厌跟离 先要讲清楚 就是说 不是你有厌你就有离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厌离的心 就是 在中文里面 就是复文 就是两个字同时强调 都强调说你有这个初离的心 厌离的心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法相上 他每个字都有他的意思 他这个厌呢 是讲说 你要厌苦跟急的智慧 产生出来 你看到这个苦 然后你也知道苦的原因 所以你会产生出这个厌的心 原苦及的这个智慧 所以呢 他有这个厌 这个厌本身我们常常讲 是要厌离的心 但是他在这里的离呢 又不一样 他的离呢 一定是要离开三界的部分的智慧了 所以他这个离是要原四圣地 能断烦恼的离 他这个离是要能断烦恼的离 跟我们平常这个厌离的心 这个离是不一样的 等于你要断烦恼 所以厌离两个是不同的部分了 第一句跟第二句就是在分别做这样的定义 厌呢是源于苦及的慧 离呢是源于四能断 源于四圣地能断烦恼 那第一句跟第二句 你清楚就知道厌的范围小 离的范围大 因为他四圣地嘛 相对里面互相有范围的不同 成为四句 所以相互相比对起来各有广跟范围 跟辖的范围里面不一样 那阿比达摩的问答方式就是 就是很多用这样 我们前面的部分有几个地方 随眠瓶也用到这个 还有戒瓶 所以呢他用四句来回答叫飼料简 那飼料简的第一句呢 我们要清楚的话 后面你就很容易看懂了 这样叫先缘苦跟吉 所有的人跟智啊 我们叫苦吉的慧 那源于苦吉二地的时候呢 你会产生忍的智慧 这个忍就是认识啊 认可的智慧啊 然后你用它来面对你的烦恼 叫苦吉慧 忍跟智 他们两智的话呢 就是跟忍不一样 这个是完成了 你拿这个无间道的 来对治烦恼以后 你才有产生解脱到的智 忍跟智的体他们都是慧 只是分两个层次 那这个慧呢 它叫做燕 是燕苦吉 这个智慧是燕 原苦吉的智慧 这个智慧叫燕 然后苦吉二地是有漏法 对不对 以我们刚刚看这个表 灭跟道是无漏 所以苦吉呢 是有漏法都是苦 三戒呢 都有行苦 一喜这个圣人来讲 他会看到行苦 但我们只看到 生老病死 爱别离愿正慧 求不得跟五蕴赐圣苦 里面呢 这些都在现象中变化的 就是叫做行苦 那他呢 速度呢 非常的快 行苦的范围是 包括 一点点的变化 他能快速的变化 他都看到 所以圣人可以看到 行苦啊 我们比较没有感受到 那这个呢 就是会厌离这样的行苦 行者呢 里面的圣人 对于行苦呢 比凡夫看到的 我们等看到阿比达 阿比达的苦 阿比达的苦 才感受到 这个苦 但是呢 他是看到的部分 比我们看到这个 地义的苦 还要厉害是 看到的维系的部分 他也能够呢 察觉 是过去我们讲过的 所以离呢是 能够断烦恼叫离 能够断烦恼 好 断烦恼的道叫做离 所以呢 一个是会 一个呢是道 这个会呢 就是说 前面的圆苦及这个会 好 那这个圆是地的 那个就是断烦恼的道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好 那一般来讲 如果没有严格的法 分的话呢 当然就讲燕离了 好那因为这边 他用法的这个部分来分析 就他有法像燕跟离 还是有不一样的 好 所以就有四种情形 产生出来 好 离烦恼就是要断货的这个道 叫离 好 那下面两句呢 就是燕离相对以后呢 的产生的部分 好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课本的 第一句话在我们的 倒数五行 就是有燕非离 倒数五行 然后第二句呢 在这个倒数的四行的下面 倒数二 好不好 倒数六行 倒数六行是有燕非离 倒数四行的下面是有离非离 两个刚好相反 第一句呢 就是说 凡是你有燕的 你不一定会离啊 有燕非离 那刚刚的看完我们课本的情况 就是说 你有燕 但是呢 没有离是你之前已经断了一些修获了 所以你在燕的时候 你当下呢 见到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离 所以有些法呢 他有燕但没有离 就是远苦及 然后没有让烦恼断的这种情形的忍根治啊 所以远苦及地的所有忍根治呢 他们是一种智慧 因为他没有让烦恼断 是因为呢 以前已经断了 这句话比较重要 这个忍呢 是先离欲染 就是我们讲的 用有肉六行观的方式 后来呢 他就进 当他见到的时候 后来呢 等于他先断了修获 欲界的修获 叫欲染 后来呢 他见到了 见到以后呢 这个时候他会第一心苦法忍 苦法治 激法忍 激法治 后来见到的时候 他进入这个忍了 他就不是无间道了 因为他已经来到治的部分了 所以前面讲过呢 以我们的定力来讲 下巴地呢 他在断烦恼的时候 来断烦恼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 有肉六行观 这个有肉六行观 为什么会叫六呢 就是因为呢 这样子 出苦障 静妙离 就是无间道士 我看到了欲界里面的 出灶 苦 还有障碍 是源于自己 因为你有可能修到的是 未至定或是 中间定或是出禅 所以你会看自己下一个 就是自己这一个禅定往下看 看欲界好了 会看到出苦障 然后这个时候呢 是无间道就对峙 你看到欲界这些 就对峙这些烦恼 然后你会再往上呢 看到上界好了 就是二禅或三禅 往上看到他们的静妙离 在中间定好了 往下面的欲界 观出苦障 往上界的静妙离 互相呢 比对 所以六行观 就是观这六个 出苦障 对静妙离 这是世俗的方式 上下比对 那因为下巴地的禅定都还是在 禅定都还是世俗道的方式 他用这个 我们看到不好的 我们去对峙 然后呢 达到这个解脱 所以呢 他就是用这个方式 已经呢 来断烦恼了 那就是有漏的方式 这样是有漏的方式 所以这个欲界烦恼断了 再去见道 这时候呢 苦疾法忍呢 就变成了 没有五间道了 这个 这个字呢 他就直接进入字了 那有字的话 见道里面的十六星 你看他这个部分呢 每一个呢 都是要从忍再进入字 忍进 所以他就可以不用有忍 他直接就进入字了 就没有五间道 他进入的就解脱道了 所以他这边讲说 见道的时候呢 苦疾的法忍 跟苦疾法治 他直接呢 就进入这个字了 还有呢 修道 修道的时候就是 我们刚刚请同学看五百四四页 我们修道有四种 加行 因为你加工用行 你才会开始进入五间道 去对字翻 我们前面五四四页 就会介绍那个宋局 你要加工用行 四加行 软鼎忍四低 然后你才能进入呢 五间道 第一星就五间道 然后呢 才进入卸托道 所以这里少了一个五间道 有加行 如果以五百四四页 那个来看 它是有 加行的下面有五间 然后卸托圣经 可是我这边呢 修行的时候的四个道呢 里面我没有放五间道 因为它已经对字完烦恼 它只有加行 卸托跟圣经 产生出来的苦极的智慧啊 所以这些圆的是呢 苦地 是有厌的 因为你看到这个苦 你会有厌离心 因为你没有厌的话 你就不会想要修行 就知道你要看到这个部分 但是呢 这个位置呢 是明厌 远苦及的缘故 忍呢 他呢 不叫做离 因为忍是 叫做呢 对字烦恼 应该对字烦恼的时候 就会有离嘛 可是他没有离 所以他远苦及的关系 他有厌 但是他没有离 因为他这里的 离呢 已经之前断了 因或先断 所以这个忍呢 他不叫做离 他用世间道 把烦恼断了 再入见到位 见到位的时候 他已经断了烦恼 所以呢 有厌没有离 这是第一个 并不是说不离啊 是在没有见到以前的 世间道的时候 已经断了 这时候呢 就不用再断 所以他这个是说 有这种情况 厌跟离之间呢 有一种情况是有厌非离 就是你 虽然看到了苦跟急的部分 但是你有厌 你不会需要离 是你之前已经呢 离了烦恼了 好 那在第二种状况 再看第二种状况 请看一下课本 课本的部分呢 在我们的倒数四行 开始有离非厌 刚好跟刚刚那个相反 刚刚是有厌非离 现在是有离非厌 离了 你就是你断了烦恼 就是一定要有灭跟道 因为三七道品就是要让你断烦恼 断完烦恼达到捏盘就是灭地 所以呢 这时候你圆的是四个部分嘛 离一定 但是他这里只强调灭跟道 因为有灭跟道 必然也有苦跟急 圆灭到能够令你的烦恼断 因为你道地就是在我们的三七道品在断烦恼 然后来到 所以能令或断 那这时候所有的忍跟刺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以我们这一张表来看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灭跟道 他有忍跟刺嘛 对不对 就后面四个部分 好 那这个地方所有忍 这个忍呢 是在这个见道的时候 他才对治烦恼 这个忍即是未离欲染 他呢 先前呢 还没有离开欲戒的这个烦恼 那用这个灭法治人 去对治烦恼的五间道第九星 然后才达到了灭法治的第十 动而烦恼的解脱的第十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他的部分呢 他就讲到是说 因为呢 他这个人是未离欲染 所以他后来呢 入见道的时候 灭跟道的法人都有 还有呢 所有呢 诸所有灭跟道的类人 有看到 接着下面 上二戒有 灭类治人 类的跟欲戒相似的 跟欲戒很相似的 欲戒的灭地很相似 叫灭类治人 然后这样去对治烦恼以后 这是上二戒的 你看他画一条线 上戒的 然后才来到灭类治 所以他这边 后路见道灭跟道法人 其诸所有灭道类人 灭类人灭类治 道友 道类人 这个地方就看我们的第九星 一直到第十五星了 他这边就灭法人 然后呢 灭法治有 然后灭类人 灭类治也有 道法人 道法治也有 那这个治呢 他在修道位当中 就是我们五世世那一个诵句里面 他就变成是有五间道了 他这个 家行 五间 卸托 然后呢 圣境里面 他这个治呢 的部分产生出来是 因为他有五间道去对治 产生出来的智慧 这个五间道 见道的时候的 九星 十星 十一星 十二星都有 十三 十四 十五都有 好 所以这时候呢 他是同时也离了 断那个烦恼 所以叫做断 断道 他有离烦恼 断烦恼 所以断道 所以 他不明厌是因为呢 这时候你已经修行来到了灭地跟道地 你已经灭了烦恼 然后修道完成了 他是有为无漏的 来到无漏 你不会厌了 你会喜欢这样的境界 因为你就是想要修行达到解脱嘛 那你就想要达到灭跟灭的 灭尽烦恼的这个捏盘了 还有呢 修道的时候是有为无漏 达到这样无漏之为 所以圆心静 这样是你想要的一个境界 所以呢 这个第二部分就是 你有离 好 就是你有断烦恼 但是呢 你没有厌 是因为你已经在这个 灭跟道的这个部分了 好 那在 所以他这个范围大小 就会产生出了不一样 第三个呢 好 第二个我们也先看一下这里好了 好 这圆灭道的时候 能让或断的时候的所有忍次 就是圆灭地跟道地 能够使烦恼断掉的所有忍次 刚刚讲的就是从我们的第九星开始 这个人呢 是因为他还没有离开 玉戒的兰卓 戒或要断玉戒跟上二戒 所以呢 还有一些玉戒的 可能修获的烦恼也在里面 那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 后来呢 见到的时候 他会用世俗有漏的方式 把玉戒的烦恼断掉 那么呢 他见到时候呢 他这个人呢 就要断烦恼 好 他这时候就要断烦恼 所以因为他先前没有断 这时候他要断 所以他原的是灭跟道的关系呢 所以他不是他燕离的静 而是心喜欢的 所以有离非焉 所以有离非焉 有断烦恼 但是他没有焉 好 所以灭跟道的法人呢 后来入见到的时候 灭道法人 这是见到的时候 他呢 在这个人呢 无间道 对治断烦恼 然后才达到了灭道法治 所以所有的灭道类人也出来了 因为他的上二戒也同时一起断 那他这个智慧呢 是修道当中的无间道所设 因为人在对治 所以灭道治 灭字跟道治呢 在修道的时候呢 在无间道里面就是 有灭道的治 来断烦恼 那他之前的 没有用有漏六行关断过 所以他这边呢 要用无漏字会出来断 所以他这边一次 有断 没有离 对 不好意思 有 有离 没有焉 有离 所以他这里的离呢 有离 离就是断 有离 但是他没有焉 有离没有焉 这里呢 离本身就是断 刚刚讲这个离就是断 有离有断 所以有断 但是他没有焉 这是第二种 那第三种呢 是两个都有 这是远苦及能够让或断 就是看到苦及他能够让他的烦恼断 然后呢 所有的人跟子 这个人呢 也是 他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之前呢 他没有先用有漏六行关 所以是为离欲染 所以是为离欲染 入见道 所以他这个地方 他也要 对治烦恼 所以他也有离 然后他也有断 苦及法人 及所有的苦及类人 就是呢 从我们前面的第一星第二星呢 然后呢 然后呢 来到呢 第三星的时候 就是上二阶了 苦类人 苦类子 第三星跟第四星 然后呢 接着 及地的部分是欲界的 苦法人 苦法制 然后在上二阶 及类人 及类子 所以这边呢 诸所有苦及的类人 他也 一起断 烦恼 所以呢 字呢 是修道里面的 因为他叫断烦恼 有无间道 所以无间道所设 苦及 达到呢 因为无间道完 就有苦及字了 这个时候呢 唯宴是因为他有苦及 有厌 然后有离呢 他能断道 断烦恼 所以他有离 所以这个是有厌又有离 言苦及旧 有厌又有离了 好 然后 所以前面那个 二的范围是灭跟道 三的有厌有离是苦跟急 那第一个呢 的部分是 掀了断了烦恼 那第四个跟第一个很类似了 第四个在我们五百五十 三页的第二行 有 非厌离 非厌非离 非厌非离 非厌非离呢 就是说 他也不用离 就是跟第一个一样 他先前已经用有漏六行观了 世俗道的方式 离了 这个烦恼 离就是断烦恼 所以他原的是灭跟道 他没有让烦恼断是因为他之前已经断了 那所有的人跟字都有了 这个时候的人呢 他因为先离欲染 后入见道 所以呢 灭道 法人 好 后入见道 灭道 的法人呢 他这个时候呢 才进 这个人是已经离欲 所以他虽然 后来有灭跟道的法人 可是他 这里呢 就不用 他直接就进入字了 然后字呢 是见道当中呢 的部分 见道就已经来到解脱道 如果你这个见道 完成字 完成的时候 是 我们看到第十六星 就是达到解脱道 就完成了 所以呢 这里呢 字是见道当中的时候 他是解脱道 他灭了 的字跟道的字呢 都完成了 所以呢 那他修道里面 他就没有五间了 他只有加行 泄脱跟圣禁了 没有五间 所以呢 他不用离 然后他也没有厌 是因为是灭跟道字的关 原灭跟道的关系 所以他不会有厌的心 好 他这个修道中的加行 泄脱圣禁道所设 他没有泄脱道 就解脱道 他把他去掉 是因为他已经 对字完烦恼 断完烦恼了 他已经离了 所以他有灭字跟道字出来了 然后他也不用厌 是因为呢 他是一种他喜欢 修行达道的境界 所以他也没有厌也没有离 好 我再来看一下这边好了 好 原那个苦疾能够让烦恼断 所有的忍跟子 所以这个忍呢 他其实就是五间道 这个就是第三个嘛 他有厌有离 然后呢 苦疾法忍 其所有苦疾类忍呢 他都有 所以他的字是属于呢 修道里面的五间道所含瓜在 因为他是从五间道 产生出来的字 会叫做 这个苦疾字 所以他会含色在五间道 他的字要从五间道 产生出来 叫苦疾字 就说以前他没有用 有肉六行观去断烦恼 那你见到的时候呢 你就用这个忍 法忍呢 来对治烦恼 那他是原苦疾跟疾地 所以苦法忍 产生苦法治 疾法忍产生疾法治 苦疾的法忍 能够断欲界 苦疾跟疾地下的烦恼 那么苦疾 疾地欲界断完 那善二戒交类人也很类似嘛 所以你顺便接着进去呢 第一星第二星完以后就是 苦疾人 就第三星就有了 也断色戒跟无色戒 跟苦疾字就有了 色戒跟无色戒 苦疾地下的烦恼也断了 所以有断有离 这样就在修道里面 这个属于无间道的部分 苦疾字有产生出来 那这个修道的烦恼 也没有用有漏的六性观 所以他这个无漏字出来 就是用我们的无间道 所以他这边有有离的部分 那因为他 焰是因为他原的是苦疾 这个有焰有离 他是也很苦疾 所以苦跟疾地 如果你升官清楚的话 其实灭地跟道地就会出来 以我们这个修行的四圣地来讲 所以你如果苦地跟 我们介绍的这个课程里面 应该各位 我前面上到这里的同学都知道 我们是从戒品先讲了 三戒的体 诸法的体 戒品 然后再讲了 这个体有以后就会作用 跟品 就讲二十二根的作用 那作用完以后 你就会产生苦的流转了 这个苦就会出来 就会有世间 我们整个有漏无漏 就在体跟用里面 然后会流转是因为 我们造了什么样的因 就是叶品 是直接的 然后圆 比较圆 就是随眠 所以这个原因出来 之道 以后呢 你才有办法灭苦 所以刚刚讲 第三个有焰有离 你如果圆苦极 你清楚的话 后面这个道跟灭 就会出来 再回来看我们这一张 第四个呢 是非焰非离 就不是焰也不是离 是圆灭跟道的时候 当你是已经来到后面了 这个还灭的时候是灭跟道 他的 因为之前已经用有漏六行关 断了欲界修祸 然后所以呢 他就有不用再离了 所以圆灭跟道的时候 他就没有厌的心 因为他圆的是灭地跟道地 那会来圆灭地跟道地 一定你的苦跟急也很清楚 所以呢 他就不用让烦恼断 是因为呢 他已经在先前用有漏六行关了 他所有人 他就产生字出来 所以圆灭 心静 就是说他喜欢的境界 他不是焰 他不是离懒 所以非离 因为呢 他之前用有漏六行关断了 好 这个地方 应该前面的很清楚 我们这个后面 我就 就这样子 跳过去了 所以呢 见到时候呢 想 这个观念就是各位要清楚 我们见到时候的解脱道 他来到解脱道 他就不是五间道了 所以这个地方 他如果之前用有漏六行关 那他 他这个字一产生出来 有灭之跟道之的时候 他是 在修道里面 他不是五间道所设 他已经来到解脱道 然后有可能再往前的盛进道 所以他不是五间道 他就是 不是 这个 这个离了 然后也 没有焰了 因为他是 灭地跟道地了 所以 现在贤圣品讲完以后呢 就是从 他的 贤人 圣人 他们的 修行的赤地 看到他们的果位 还有他们修行的道 基本上 这个就是 俱圣论呢 他算是一个 比较深入的分析 所以他算是比较专门的 所以听不懂也没关系 你要 自己要用功 然后要多 多 读几次 重点是你要有心要去读他 那贤圣呢 他是果 所以我们这八品呢 整个 如果要回忆的话 就刚刚讲的那一张图 第一品呢 是戒品 是一切法的体 宇宙万法的体 就是戒 然后第二品 根品就是 有体他就有作用 就一切法的作用 有体有用呢 他的作用表现在哪里 就两重 一个流转 一个环灭 接下来世间品 就是流转的果 先看到这个苦的果 三界里面流转生死 然后所感的苦 就是世间 就是苦地了 那有这个苦地 我们呢 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夜报 就是我们的果 好我们要受这个苦果 那什么阴呢 你就要去了解 这个是极地 所以极地是液品 跟水棉品 直接造了液的 感的苦果 是直接的阴 然后呢 烦恼是圆 是间接的 液你有这样的一个烦恼 那你就会 产生这一液 好 那这个是流转生死 学活就是要消灭这个苦嘛 所以我们还要探讨下去就是 什么样的灭地跟道地 所以这个修道的果呢 结果 所以我们先讲结果 这是贤圣品 一开头就讲世果 世相 世双八倍 还有两个独觉跟佛 在我们的基设论里面有提到 所以有为的果 无为是折灭 这个只要看到有赤地都是有为 最后他达到折灭无为 是果 那所以呢 他也有因缘啊 他也不是 自己凭空了就证悟了 是一定要智慧 所以呢 这个因缘里面 我们的贤圣品是果 接着你要讲直接的因呢 最直接的因就是智慧 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也没办法证果 所以佛教讲这个智慧很重要 所以智品呢 就在下面是直接的因 然后呢 你要做到贤圣里面 最直接的就是智慧了 智慧呢怎么来呢 靠定 今天一开始上课呼吸 定力越高的话 你的智慧所呈现的也会越好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越沉淀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实相真理会越透彻 所以你的定会帮助你的智慧 从定里面出来 那我们讲说你今天一打坐就会 全身不舒服 筋骨痠痛腿痛 这就是上辈子你在定力的培养不够的种子 所以这辈子有机会还是要多多去培养 那有的人他一坐下来就很相应 就是他上辈子已经修得很好 所以他这样子有定力来继续培养 他的智慧观照会更容易 这是我们环灭的一个因果 所以整个据色论就转了两个圈圈 第一个从总体的体根用 然后才有流转跟环灭的因缘 那我们要消灭这个流转的因缘 得到环灭无漏的因跟圆跟果 那就要修定跟修止 所以后面的良品也很重要 这是学法目的 所以跟同学强调一下 有的人觉得好像他知道了贤圣品就好了 其实后面的智品跟定品是重要的因 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定 你怎么会达到这个果呢 就像你没有种因 你怎么会有开花结果 你没有种红豆 红豆怎么会长出来 所以不是了解结果就好 我们还要继续探讨 这样你才会真正了解该什么修行 那我们今天一起回响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活到 各位同学在各自回响 各位同学在各自回响 各位同学在各自回响